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中国国际广播电视网络台 大家好 欢迎各位朋友来到我们的特别节目 百姓的文化生活 现在呢在我的身边呢 有三样跟文化相关的东西 图书 快板 这个可能很多朋友都比较陌生 它是节拍器 那么呢 这三样东西的主人呢 今天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的现场 现在让我为大家一一来介绍一下 这位是李金龙先生 宣武图书馆馆长 这位是赵登安老师 金融爱乐合唱团的团长兼指挥 这位是李世如老师 北京快板杀龙的创始人 今天呢做客我们节目的呢 还有一位特殊的嘉宾 在2008年的时候呢 他成为了我们全国政协委员 在过去的五年中呢 他一共提交了37份提案和建议 其中大部分都是关于咱们老百姓文化生活经济的 他还是位著名的书画家 他就是来自江苏省的全国政协委员 严功达先生 我们一起欢迎他 严伟员 今天呢 我们特意选择的这个场地来做节目 这是一家图书馆的阅览室 这个环境我想您不陌生吧 不得不陌生 而且非常清晰 因为我从国家图书馆 省的图书馆 包括一直到农家书 村的图书馆 我都去过 这个尤其村的图书馆 给我的感觉是非常这种草根性的 这种泥土的方向 跟农民兄弟在一起交流 听他们的心声 感到非常幸福的 是吧 而且我知道您今年两会期间 有一份建议 就是关于这个公共图书馆的 对 您怎么会对图书馆这么感兴趣 怎么做的调研呢 那对这个图书书 是我们人类智慧的一种基金 也是人类进步的阶级 大家都知道 所以对图书应该说 作为我们本人来从小 到现在这个位置 不管从学义当中 也得到进入到艺术的 在这方面的追寻当中 书是离不开的一个好朋友 所以对图书是情有多重的 这个从这几年当中 在全国两会当中 我们曾经都一起共同呼吁 国家要建立读书集 读书日 包括对图书的如何是千家外乎 感觉到图书的书 是我们中华文化 尤其是包括我们追求 现代文明的最主要的一个通道 所以从这一点来说 我想图书馆是我们是一个老百姓 看书 借书 看书 交流的 也非常重要的一个载体 所以我想 也则法来看了一些图书者 从大的一直到小的 从非常丰富的 一直到非常简易的 我感觉非常有感慨的 在当下的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当中 是如何使我们的公共文化服务 均等化 使老百姓在图书的 公共图书的享受方面 能够得到这一份精神财富 我想这是最重要的 您走访了那么多的图书馆 那么其中有没有让您印象特别深刻的 比如说我走访过一个 利水县的 钓马墩 钓马墩村的一个农家书 他的主人叫张文贤 一个老人77岁 老太太76岁 两个人好像看上去 他们非常苍老 但是我感觉到他们夫妇 自己的感情了 就是维护这个农家书 他说非常幸福 非常甜蜜 他说他就是因为是教书 就读书一种精神寄托 他非常主动的就把家里一个大 前厅全部空出来做了一个农家书 所以你说他家里有多少大呢 不大 关键要有自己的内在 关键要有人来 人气来 他这个人气也很旺 他这个整个3600多车书 当然他有好多的就用县里 三里都来支持他 也有好多自己 农民自己家里有的 一起拿过 他完全有种交流平衡 我感觉他这种模式非常好的 农家书 而他这个里边的书 跟我们过去书看的不一样 我基本上看了一下 3600多车书了 各种各样都有 不但有这种乡战工业的 包括农业科技的 包括有文室类的 包括娱乐的 还有一种养三宝 保洁的等等等等 包括现在的这个 火列网时代的 一起科普的书 都有 那么小的一个地方 偏远的地方 书竟然这么全 对 这么全 就是他还是 因敌制宜 因死制宜 以用 用什么 他来购买什么 或者说他得到什么样子 要求什么书 现在这农民跟以前不一样的 现在进入到了 现在什么 现在电脑时代 互联网时代 现在农山他们 好多农民都被微博了 所以完全不一样了 他的需求也不一样 所以他的书 他的种类也不一样 那是不是全国各地的农村地区 都会有这种书了呢 覆盖已经达到了吗 还没有 这个江苏来说是比较 因为东部的发达地区 这个农民的三宝水平 也提高得很快 这个在这一次两会前 我非常高兴地看到了 国家社务期间 文化改革以发展规划纲要 这个纲要当然很鲜明一个特点 是什么呢 其实公共文化服务的体系建设当中的均等性 我想问您一下 您看我手里拿到了这份是 北京市公共图书馆 一卡通办证申请表 是不是咱们全国各地在您的调研中 差不多都是有这么一个表 对对 你看 北京当然没话说了 他们更肯定在全国设计 今天他们这个观展也在 现在全国的 那么我们东部发达地区 江苏也是 我觉得这个很简单 填完了以后就可以得到这样的一张 联合读者卡 您是不是也有一张这样的卡 都有 非常的简便 就是不是在固定的一个图书馆 只要是图书馆都可以使用 而且都是免费的 这样普及性的 这个是普及性的 是 就是说这个我们为了 编译这个图书的阅读 但是我在这一次的提案当中 提了一个是公共的图书的资源 如何延伸到社区 这我就要问您 一个是它延伸到社区的必要性 再一个是如何延伸到社区呢 对 因为我们讲的现在按照国家层面来说 它的公共文化服务 它的标准是什么 第一是公益性 第二是公益性 第二是基本性 第三是均等性 第四是便利性 这个四个性很重要 是为老百姓完全量身设计的 就是普通老百姓不出家门 我只要是最近的地方 就是把图书的阅读的服务就在他身边 因此社区包括在称的文化时都成为非常重要的一个载体 这个我举一个例子 收州市 我老家是收州市 收州市从05年开始就开始把这个公共图书资源如何延伸到社区 但现在可是有很多的了 都还没有 就是全国其他地方都还没有 为什么要重新把这个例子提出来 作为典型呢 我感觉这个方法非常好 他05年已经建立到 把收州图书馆 他的资源进入到了下面各个区 县 它是怎么进到各个区 它是建立分管 建立分管是实体的还是网络的 实体 实体分管 因为现在我们不管怎么 还是随便一个是实体的 不是一个虚拟的 是实体的它建立 收州到现在为止已经完成36个分管图书 这个也很厉害 这个建立是政府 政府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投入 就是进入到这个地方 那么它把这个硬件建好以后呢 开始软件 软件你只要想 各个区 在包括一些图书馆 因为这个图书一方面它自己要买一部分 人家包括也是要各个方面支持一部分 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 它毕竟这个范围量 它跟市的跟省的不一样 第一次的图书量已经是非常厉害 那么它到了下面去的也影响这样子 它没有那么多钱来购买 那么怎么办呢 那么就开始进行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这个图书的 它要延伸到设计 它的图书质量可以给你设计来影响 因此这个采生了一种互通互融 这个采生了一种通界 通华 通华 已经达到了通界通华吗 达到了 完全达到了 搜索就完全达到了 这些现在是通过现代的科技 解决了以前传统读书 传统借书 达不到的事情 这个我看了一个资料 09到2009年全国是2830多家公共图书馆 当然国家就一个大的 其他有37个这个 这个三级的 其中还有第四级 大量的2500多都是现 现一下 那么这些公共图书的字眼 如何把它真正发挥好 这是非常好的一个做法 所以我也希望能够前后能够推广 像这样的苏州这样的做法 颜委员 您是苏州人 您介绍了您的家乡 我是北京人 我也得讲讲我的家乡 那大家看一下啊 我手里拿的这一份是 西城区学武图书馆 2012年2月到5月的系列讲座 我给大家卷几个 一个是像今天啊 今天是3月10号 现在正在进行的是李长安先生 北京收藏家协会副秘书长 进行的中国龙文化的讲座 那么明天还有个有意思的 就是我们的片白先生 要在这边呢 做一个关于古词标本与城南旧式的讲座 我呢是北京人 但是对图书馆这块我是陌生的 所以我们要请教我们的专家了 来李静龙先生 请给我们介绍一下 先从我们这个系列的西城讲坛给我们讲讲 那么现在百姓的需要是多方位的 这个大家需要什么样的讲座 需要哪些方面的知识 然后呢就是通过我们的信箱 通过我们的留言 通过我们的互动 可以传达到我们相关的这个 负责的这个部门 这个同志们的手里边 我们在这方面就有的放适的选择一些 适合我们这个老百姓生活 适合我们接受的 这样的题目来给大家讲 那么除了我们现在所看到的 今年是龙年吧 刚才这个主持人也说了 今年我们讲的是龙文化 那么我们还要请我们这个收藏家 讲一下关于我们文物收藏啊 瓷器啊 玉器啊 以及各个方面 就是百姓关注的 百姓需要的 因为我们这些讲座呢 都是面向全社会的公益讲座 因为只要您进入了西城区 您就会得到这个西城讲坛的信息 只要您有手机 您这个手机的短信上 就已经出现了我们西城讲坛 这方面的内容 包括我们的时间地点 老师 还有我们讲授的基本的内容 而且我知道咱们图书馆 还有培训方面的课程 我们培训这方面呢 也是根据需求 您比如说我们现在 这个网络时代了 年轻人对网络是很重视的 其实我们这个老年人对网络的重视 应该说比年轻人更加痴迷 因为我们这边有很多的这样的例子 我们好几个街道啊 在我们网络学习班的时候 根本就是叫什么呢 得排队 报不上名 我们现在已经是 零门槛 这个全方位的服务 不收费 刚才委员说那几下 我们已经早就实现了 我们对大家呢 就是完全就是提供服务 那这些来学电脑的爷爷奶奶们 有什么小故事没有 给我们讲讲 来学电脑的爷爷奶奶们 特别是就是说我们军修所 今天可能军修所有同志来了 是吧 这个军修所的同志呢 这个到我们这来学电脑的 这个热情特别高 那我们现场认识一下 您帮我们介绍一下 是哪位 您今年有80了 我们有68 您就跟我开玩笑 您是来这儿学过几次了 我们准备还要继续办 已经是去年搞了两期 两期 今年准备三月份还继续开 参加有多少人啊 参加因为我们电脑室有限 所以基本上电脑室是爆满的 大概每一期能到三十以下 三十以下 年龄都像您 要比我年龄还要大一点 就跟这位爷爷 对 爷爷您现在都会用什么了 哎呦我刚会开机 开机啊 这是好的开始 好的开始 关机肯定也会 关机也会 这会这么点 家里人像孩子呀 看您学电脑都什么反应 其实家里是一个绳子 在那里成天网电脑 我很想玩 你也很想玩 现在上网吗 有的上网看看新闻 看看新闻 在网上看新闻 觉得和在电视上看有什么 新闻来得快啊 来得多啊 给我们的鼓励和压力 谢谢您啊 谢谢您二位 因为我们的这个这个作息有限 大概每次也就是三四十位 三四十位呢 这个大家呢还分班 然后每年呢 刚才那位那位那位先生说了 咱们培训过两次了 因为大家得轮流 有的时候今年 比如说有两次了 他可能明年还有两次了 颜委员 有问题就得找委员了 怎么办呀 这一期只能三十个人 爷爷奶奶等不及呀 给我们点什么建议 我感觉这个 这个现象实际上 是非常可喜的现象 可喜的现象 可喜的现象 你这样想 这么多的爷爷奶奶 这么多的这个 他都想希望跟上时代的步伐 跟上现代科技 多好 他都想多了解一些 整个世界 世界很精彩 所以我想这个 关键的话 我们还是要加大 这个公共文化服务的 体系的建设 所以中央现在下了大力气 你看这个从 你现在从十二五的 文化改革发展规划纲要当中 都非常清楚的 这个体系如何来扩大 政府如何来托弱 尤其现在今年的 在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当中 现在重点是对农村 农村的这个托弱 不是这个几千个亿 它是上万亿的 一万多亿的这个托弱 所以其中包括文化 所以在这个里边呢 包括设计了我想 一个是托弱大战俘 第二个就是我们机场来说 就开始要进到这个 有关的这样一个基层的 群众这个文化的一种服务 团队的一种服务的一种体系建设 在这个里边呢 我想我是不是能够提前说一下这个问题 欢迎啊 这是什么道理呢 我这次又有一个提案 关于基层的群众文化团 这个服务的 这个队伍的建设的建议 我看了设计我也去了 春的春季的活动我也看 这些都是基层 您看到了解到的是什么样的情况 什么样的情况呢 这个整个我们现在出现了这个活动都 参议文词都团队都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普遍性 但是现在出现了一个很矛盾的地方 矛盾的至少有三个方面 第一个就是它这个群众文化的这种繁荣呢 现在还是在这种形式上 形式上您主要指的是什么呢 形式上是什么呢 有好多的好的文化的这种寂寞 这个这种质量的提升还是不行 其中现在很多的是不是出现了这个社区 或者都是老人的老人参议 好多的文艺活动都是自编自导 自演 它作为一种休闲的文化休闲 当然这也是非常好建设 但是真正有把它的质量的提升 这个出现了问题 第二个呢就是它的这个不配套 带来第二个不配套 就是它的硬件建设和软件建设不配套 现在硬件好多的这个社区 已经到一两千平方的这种活动场子 比比建设非常好 政府讨论的人 但是它的软件 比如说它的这个整个专业队伍 专业队伍现在专业的希望就是像 如果复合型人才 它的缺乏 会写会唱会变会组织什么等等 这些人才现在都有问题 第三个就是它的不管怎么样 经济发展和文化建设还是有差点 现在还是文化建设的成天 我这次有一个提案是什么呢 就是关于对基层群众文化活动的团队的 扶持和管理的办法 希望能够出台这样一个条例 这个条例出来以后呢 现在要创新服务形成 怎么创新 就是我感觉到可以用 现在目前按照经济发展和中央的创新管理的这样一种模式 就是现在要其中一个很重要一点 就是个面服务 所谓个面服务 就是专业的剧团也好 专业的一种文化团队也好 政府就开始出钱来没 但没有以后我又要求 对你的节目 对你的宝发服务的态度质量等等 那么专业的团队毕竟跟一个社区 你自己要去找几个老太太老奶奶 自己自别人就不一样了 因此在这个地方有两大好处 第一个好处是我们的一个 整个政府的惠民服务 这个我们是所谓讲的送习下乡 送书下乡 送电影下乡 让这类服务 工业性地继续保存保留 第二个是专业的剧团 可以培养它的文化市场 文化企业上的 我听明白了 您说的是专业的 专业的是不是就是这个 比如说这个经济院啊 不一定这个 不一定 我讲这个很广 这是我们基层老百姓 基层老百姓 基层老百姓很广的 其中包括广道就是一般的民间的 一起是组织起来的 它这个跟政府的功能 真的有对接 政府交给它 它一个有钱的 第二个它开辟了这个市场 漫漫的它把一个文化市场培育起 但是我有不同看法 我们有一个合唱团 是业余的 是来自北京社会各界的 有军人 有老教师 有工人 有干部 什么样的人都有 我们成立了12周年了 那么在整个的这个 在整个的我们这个排演活动当中呢 我接着我们那个演员员的话题说 我有一个非常强烈的感受 这个 如果这个合唱团 假如说有一个人出资给我 像刚才您说的 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啊 让我来搞一些活动 搞一些演出的话 我会不太赞同 因为它是这样的 我一直反对啊 这个艺术跟钱挂得太紧 只要它有一个基本保证 就可以了 业余的队员呢 像我们团的 它是工作之余啊 它希望得到艺术上的追求和享受 跟钱不发生联系 专业的有能力有技术 它为了养家糊口 为了吃饭 降低了艺术标准 而业余的呢 正好反过来 它想唱一些艺术水平 比较高的作品 没能力 我不知道说清楚没有 正好反过来 这个我非常赞认它 我现在完全理解了 它因为合唱团了 其实实际我刚才讲的是另外一名 实际上文化的 实际上有两类 现在政府做的一类是公共文化服务 刚才讲的公共文化服务 就是您这一类的 应该由政府来 比如说给一些补贴吧 也不能讲 支持吧 支持它 而且它完全是免费的 为大众服务 而且一起到了第一 它们本身的团队赢 赢在哪里 精神的提升 对 老年人感觉到 它可能要自己的 舍美追求 人生价值在这儿 它就到了实现 第一 第二个 老百姓都喜欢听 因为它就在身边的人 而且这个很真情的 它没有任何的这个钱的这个协议 我在这种交流 对 所以这个看 您说的很对 我现在讲的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呢 就是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 所以去年我还有一个提案 就是关于如何来启动 是农产的 我说叫做基层的 我大部分这种农产 是它的文化市场 培育它的文化市场 我们现在是从作为中央到地方 每个党委政府 都在和你 就是我们惠民服务当中 比如说我在做的 我们走 我在江州在文里 那么每年有百名艺术家 这个百厂演出 实际一百厂还不止 好多农民啊 这个有一两万人看 那那是不得了 这种惠民服务做得好 但是实际有两个方面 你又要考虑 它农民永远就是为我服务 来看白戏 这个市场怎么启动起来 农民的文化消费 如何来形成 所以我是从另外一个角度 来思考这个问题 其中有一截止下 所及的民间的 专业的 所谓民间专业的 不一定是什么国家的 这个国有的经历 而在这个里面是很重要的一点 像最累 他进来以后 实际上要赔有这个文化市场 而我主张应该一讲代美 就是你在这个 你消息那个 我不是给你买单的 而是你演得好 老百姓 农民他喜欢你这个呢 那我讲讲你 可以中讲 包括你的一级比较高的 刚才这个 他说的 您说的很对 有好多专业的 他的野兔质量不行 你要如何测试它行 然后把他的真正的 活奖进步 真正好地拿给农民 拿给社区的基民看 那么这个就要有一种机制 机制的创新非常重要 就是我主张的 就是刚才说讲的 有一个创新服务行政 就是这个道理 就这样使得我们农村的 包括基层的一种 文化消费的 奇怪慢慢的养成 又能享受到 另外公益性的 对他的这种质量 我想整个社区 整个农村 它会慢慢的在比 我们提前做了功课 然后呢 去了赵团长 他们的排练地 进行了实地的拍摄 他们平时的排练 包括他们美妙的歌声 现在呢 我们就插一个小片 大家共同欣赏一下 我还没 fatto 看 我还没参加 甚至 걸로 你回来太多了 我是这个团应该说是跟指挥一会儿 这团创业了 感受当然很多 但是最重要的一点感受就是 音乐给我的那段启迪 到这来呢是一开始呢是喜欢 然后是热爱 然后是执着 最后我现在发现呢 是两个字 责任 音乐给我们连赞了一起 从歌友到朋友 我来这团时间不长 大概有五到两年的时间 然后以前就对和尚很感兴趣 我觉得这个团给我的最大的感受 就是这是一片净土 颜伟员 今天到场呢 除了我们这个和尚团之外呢 还有一个快板的社团 那么这位呢 你刚才已经见过了 现在呢 我们呢 现在想听听他的故事 但是呢 在听之前呢 我有个小提议 这个快板吧 是我们递到中国的是吧 我还真不会玩 咱们现场有哪位 有议员跟我一块儿 跟咱们李老师学学 来 来 咱们欢迎上来两位 上来两位 来 哪位 咱们学一学 后面做穿红衣服的这位女士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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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单 实际上还得练一点 实际上这东西也不难 对 练的时候肯定会成了 哎 有点硬 是吧 就是说 斜入两个 来 来 这是小板 大板呢 就仰起来 不用打 这 你算数了 不要怕打手 打刀手 对 哈哈哈 板子 板子 真实话 打师傅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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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啥 啊 哈哈 哈哈 这就还好 回家练了 哈哈 嗯 怎么样 感觉 容易吗 感觉到前面还行 后面就有点晕了 谢谢 谢谢他 嗯 李老师 想问一下啊 就像 您刚才说的 这个 大概这个 我看的是 很 不容易 所以呢 我也就不学了 然后呢 通常像一般 可以上台正式演出表演的话 需要多长时间来学这个 需要多长时间 不是宋诚啊 不是宋诚是吧 这样 我呢 快把沙龙呢 是 06年成立的 成立完了以后呢 来自方方面面 社会 各种人物 今天呢 我们快把沙龙也来了两位 大姐 就是从快把沙龙成立以后 他们才到快把沙龙去学习的快把 你采访采访他们 他们多长时间学会的 然后 这两位啊 我们都做完功课了 在我们的小片里 我们现在来欣赏一下大姐的分资 北京的城 北京的门 北京的城门最迷人 北京的城 北京的门 古老的北京最动人 若想再多多聊聊北京的事 北京城永远向您敞开门 古老的北京欢迎您 05年 我就是在柳英公园 哎真的 这快把这么好听 从老远一听 特别好听啊 穿透力特强 反正学的时候挺难的 我扔了将近都有两年 对 确实呢 完了 入门特别不好入 我打了一段时间呢 说实话 有段时间我想放弃了 太疼了这个手 而且这个天天把老在那 如果说要这样就得练这个基本功 对 练这个基本功 我练的左右手的配合 再跟嘴来配合去上 哎呦太难了 哎最后慢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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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哎找着感觉以后又特高兴 那就得有 有个三四年了 而且后来呢就有这快把沙龙 给我们往正道上领了 我觉得其实真的一个人 一个人快乐不快乐 把大家全都带快乐了 对 哎呀他们在开会大笑的时候 哎呀我们就感觉特别的愉悦 我们俩觉得 我们都有成就感 我们就是 这个 这个这点苦啊累啊 没白受 反正我觉得我通过学快把 完了理解快把里的段子的一些内容 我觉得我比以前呀年轻了 真的快把给我带来了 无穷无尽的欢乐 所以我的后半生 呃这个这个 想从快把沙龙起飞 让生命更精彩 李二叔我想问你啊 像这个您那个团队里面年轻人多吗 年轻人不少 不少 哎不我们这个团队吧 层次不齐 不像人家那个 其实跟他那唱歌这个也差不多少 我们上至七十多岁的老人 下至这个学龄前的 四五岁的小孩 什么样的人物都有 男的女的老的少的 全都有 哎 每次活动呢 大家都非常的兴奋 因为快把啊 这门艺术实际上 在六七十年代非常火爆 可以跟现在的通俗歌曲媲美 哎 但是现在呢 由于这个各种文艺形势丰富多彩啊 这个快把呢 也现在等于就在一个角落里边了 我之所以要成立这个快把沙龙呢 也是想把快把这门艺术形势往上推一推 你说咱有多大能力 咱也没有多大能力 但是起码咱有这份心 因此呢 这个实际上快把呢 也有很强的群众基础 这个每个公园 现在他们都在公园里边 每到周六周日的时候 都有很多人 有的三五成群 有的是二三十人 跟那儿一板会友 跟那儿玩练 所以呢 我发现这个情况以后呢 我就觉得有这么一个想法 我就觉得要是把大家给组织到一起 它就能形成一股力量 就能造出一点影响 能再网络一些个观众 针对着快把这门艺术吧 大家伙相互沟通啊 相互学习啊 给咱们提供了这么一个平台 快把呢 是中国我们传统的名称 它作为一种与原类的这个 这个文艺形式是最提进群众 最提进时代 也最提进生活的这样一种形式 所以我刚才听了这个 什么时候说减少的 实际上你整整成绩 从十一五开始了 开始到现在十二五 这几年当中形成这样的话 这个非常有推广价值 搞了很多活动当中 我们很注意到一点 其实现在这种活动 现在整个确实从高端来说 它也 所以我感觉到这种高端到低端 有两大类的功能 第一是从书画家也好 包括其他的这个音乐 舞蹈 学艺戏学的这个 这方面的艺术家也好 他首先要他的本体 本体功能的发挥 就是说 他要拿好的作品 他要使自己的 一生的追求 变成一种时代的精品 作为经典流产下来 所以我感觉到 就是一个方面 第二个方面 就是他的社会价格 我们现在叫文化民生 现在中国人很多 咱们都已经走出国门 到国外去 那么如何赢得 一个世界的一个认同 其实我们现在 一直在探索 其实文化是一个 很重要的一部分 从去年 我这个夏威大学 受了一个文化论台 邀请了中国原则 一个书一个话 当然我做了一个 一次讲演 中国书法 以东方智慧 在这个里边 我非常重要的感觉到 中国文化的推广 是不容易的 我们现在自己感觉到 我们中国文化很伟大 五千年的中华文 真正在世界上来说 往往来说 不是非常 他不一定认同你 因此我们需要通过 创新目前的文化议案式 包括要坚持 我们文化的精神 人文精神 尤其现在人文精神 来推广到世界 有好多事情 我们还是要一步步地去 这个期间是怎么办呢 就需要我们文化人 包括今天在座他们三位 看起来是基层的 但实际非常重要的 都在为我们文化大象建立 吴景超总教跟我们提出来 四大任务当中 首先第一个是引领社会进步 第二是他要书写 为人民书写 为时代放歌 第三个他需要的就是 这个推动文化创造 第四个就是这个红颜 文明风产 所以从这个来说 我们现在要做的工作很多 需要我们专业的 我是专业的文化艺术的 他们也有专业的 也有业组的 也有当领导的 都在共同为这个文化大厦 精神加远了 共同的服务 我相信十年以后 中国文化在世界里面 这个不但没有问题 而且他这样 我不能讲这是 中国文化的天下 中国文化占了 非常重要的一些地位 第二个方面 我们国内 国内我们的十年以后 在中央尤其是 从十七大 文化大方的大方 提出到现在 十七大届 六中全会 提出了文化的 作为文化强国 这样的一点 而且把作为一个 文化的一个课题 作为一个党代会 作为一个决议 竟然从来没有过 说明了我们党中央 我们中央人民政府 对我们整个中华文化 这个下居心 要把它在发展的轨道上 能够推向一个高度 所以在这个里面 深历以后 我想最重要的 是我们全民的文化 受着的一种提升 它的各种的 我们的一种文化理想 它将是民俗的 也是世界的 也是当代的 即是传统的 也是当代的 感谢严委员 也谢谢三位嘉宾 还有现场的观众朋友们 今天我们两会的特别节目 老百姓的文化生活 就到这里了 不过在节目的最后呢 请我们用掌声 欢迎我们来自 快板杀龙的小朋友 为我们现场表演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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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